大家好,我是Edis,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上次我講過我買了一部打字機 所以今次的手掌裝飾術 我會講一下怎樣用這部打字機去裝飾我們的手掌 我會講三個這優極 如果你對伏古風或者簡約風有興趣的話 你就要繼續看下去 第一款用打字機裝飾手掌的方法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把你要打的內容用打字機的方式去打在一張紙上 你可以用一些米黃色的紙就會有復古的感覺 打的時候就好像打日記一樣 先打了日期、時間、時間 天氣 然後再把你要打的內容用英文打出來 記得在最後加上儲名 這樣看上去無論你打什麼內容都會好像很有感覺 我覺得用打字機比起用電腦方便的其中一點 就是你可以用任何大小的紙張去打字 也不需要一張A科紙才印出來 之後就可以去到拼貼的部分 你可以在背景上加一點紙膠帶 然後就用一些比較復古的紙膠帶 只是這樣貼上去已經很有感覺 我會再加上一些印章去增添它的復古味道 用這種方法真的很復古很文青 就算你的內容是一個笑話 看起來都會很簡約和很文青 第二個方法 我就會在打字機裡面打出一些日期或者星期 但不只是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用紙膠帶去貼在一些卡紙上面 然後再用打字機打在紙膠帶上面 除了用來打日期之外 如果你那天都想不到可以寫什麼 我建議你可以試一下上網找一些quotes 然後用一些特別的字把它打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些簡單的拼貼技巧 這個版面就會很漂亮 第三個就會用到打字機去製作一些to-do list 我們可以用O字去做那個梯梯的圈 另外也可以打橫線 打好了的to-do list就是這樣 除了用來做to-do list之外 你也可以用來做一些購物清單 或者其他不同的列表 第三個版面就拼貼完成了 我知道不是每一個人在家裡都會有打字機的 但我相信這幾個原則都可以運用在手帳裡面 如果你都喜歡這個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這個channel就會講關於手帳文具 生活的東西 如果你再想認識我多些 或者跟我聊聊天的話 就可以follow我的IG 我也很想認識你們每一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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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